新闻头条持续带您关注 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帮 从被中共政法委秘密逮捕 到被罗之危害国安的罪名 至今已经进入第18天 18天来外界持续强力营救 台湾陆委会今天证实 对岸已经同意家属赴大陆探视 不过台湾政府并不会派员随行 钟鼎帮的女儿钟爱表示 请政府考量他们母女的安危 一定要派员随行 外界持续督促 台湾政府营救钟鼎帮 陆委会5号表示 大陆已同意 钟鼎帮的妻儿赴露探视 但台湾政府会不会派员随行 受到关注 政府会派人共同去大陆 我想目前的重点还是 先让家属以及律师 来进行相关必要的程序 我想这个对他的权益保障 应该是最及时而且是最有效的 我想我们会持续关切这个案子 听到政府不派员随行 钟家女儿钟爱忧心的说 我觉得不行 就是我一定要要求到政府 人家不去我们才肯去 对因为连政府都不便宜派人 就表示他们没保证我们的安危 对 我们诉求一直以来都没有变 可是政府好像就做不太高了 营救钟鼎帮的脸书活动上 已经涌住破9000的网友加油打气 钟爱在脸书上写道 希望有政府层级的人员陪同 以保证我们的安全与权益 我想父亲在那一定很需要我们 就算只是见上一面 相信都能给予他无限的力量 刚从台大毕业的钟爱还写道 我时常在想 若我再小个几岁 我能处理吗 再大个几岁 我又会更坚强吗 这个答案或许并不重要 我现在必须稳妥的把难关扛下来 不论内心多么焦虑和害怕 为了父亲 无论如何都要勇敢 目前台湾法政界以跨党派声援 督促政府营救钟鼎帮 美国人权法律基金会 也发出紧急营救呼吁 强调中共对钟鼎帮指控的内容 并无司法管辖权 而且模糊不清 钟鼎帮在中国 毫无可能得到公平或公正的审判 且正面临漫长刑期 遭受酷刑 及其他违反人类罪行的严重风险 新唐人亚特电视 国音开成真 台湾台报道